回到国内不幸的悲剧 彰化福星乡昨天晚上所发生的 有歹徒持刀闯进林宅 砍伤祖孙四个人 61岁的阿嬷呢 她拿身子来保护孙子 所以呢身中了14刀身亡 而三个小孙子也没有逃过 他们才六岁八个月 以及三个月 现在都还在急救 遭人砍伤的祖孙四人伤势 都很严重 送医急救 医护人员连忙救人 大家看到年纪最小的 竟然只有三个月大 心疼不已 偷骂歹徒怎么如此羞惨 对这样的老人家 和小孩下手 附近邻居也都吓坏了 在18号晚上 彰化县福星乡 一户民宅内 祖孙四个人都在家里面坐 一名男子池开山 都闯入疯狂的 回到乱看 她说哪里就喷嚷 哪里就喷嚷 邻居说凶险相当残忍 连小婴儿都不放过 当时61岁阿嬷以肉身 抵挡歹徒凶刀 要保护孙子伤势最严重 身中14刀急救后 不幸身亡 六岁孙女背部招砍六刀 右臂两刀 手臂韧带都断裂了 八个月大孙子 左腿两刀 右腿一刀 身体多处撕裂伤 而年纪最小的三个月大孙女 腹部胸部都有五处撕裂伤 三位小朋友的伤事 连医生看了都不忍心 而这名歹徒行凶后不到一个小时 主动投案 她说和死者儿子是国小同学 因为不满死者儿子 追求妹妹 加上被辱骂口角 因此杀人泄恨 她对老肉妇孺下毒手 附近邻居和死者亲友都无法接受 痛骂她根本就没有人性 中文新闻陈孟辉 账话报道 而最新的不幸